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基本上都是 倾向于单打独斗的研究的方式 比较少以一个团体的方式在进行 所以你的研究的路程也好 你在写论文的过程也好 那都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孤独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你对于你的领域 或者你的研究方向 没有那么的喜欢的话 可能这个过程 就会变得相对来讲比较艰辛 因此我觉得在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 不管是就业考量也好 或者是同侪的选择的倾向也好 都应该要放在你自己的兴趣之后 那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学门 它都有在可以细分下去 不一样的研究的方向 那以我们中国文学来讲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会分成小学 那古典文学 那还有就是思想 文学的方面的话 我们还有所谓的现代文学 那同学们可以利用你修课的过程当中 去思考说 哪一个东西是你比较有兴趣的 那你可以觉得说 跟他漫长的相处下去都没有问题的 那在确定了几个 你有兴趣的这个课程之后呢 可以去找这些相关领域的论文来进行阅读 因为阅读论文中就还是跟你单纯的听讲 是不太一样的 那试着想想看说 如果我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方向 这个领域的话你能不能够接受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在最开始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 可以去注意到的一个地方 确认了研究的方向之后 那我想大家接着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是怎么样的来发掘你的论文的题目 那我想论文题目的发掘 很大一个部分可能奠定在你对于前行研究的成果的掌握上面 那现在的论文检索系统基本上是相当的齐备的 所以同学们可以透过关键字的检索 把相关的论文来做一个爬书 那根据这些论文的主题进行分类 观察前行研究它的整体上的倾向 举例来说如果我想要研究一本小说叫做《简单新化》 那我去找了台湾的期刊论文网 那我找这个期刊论文网之后呢 我大致分类就可以发现说 现在的研究趋势大概来讲可能有四个趋势 那第一个是它的版本的研究啦 那第二个呢可能是它对韩国的影响 那第三个是它对越南的影响 第四个是它对于17世纪的日本文学的影响 那掌握了它现在的研究的整体的状况之后呢 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啦 有什么样的主题是比较少被触及到的 什么样的文本比较少被关心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视角 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发现的 那我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填补这个研究的空缺呢 那如果不是新的东西的话 在旧有的这些基础上面 我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耳目一新的这个想法 而且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它的 那或者我可以再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拓展呢 那再回到刚刚的简单新化来看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从刚刚的归纳的这个研究成果就发现啦 好像日本文学的18、19世纪的作品的影响 是比较少受到关注的 那或者是西洋的叙事理论 对于简单新化的研究是比较少被触及的 那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有能力 来进行一个这个研究空缺的填补呢 那我想这是可以进行思考的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 研究题目的决定 我想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它会奠定在就是你对于前行研究的这些掌握 所以你要大量的去阅读这些前行研究的成果 那去观察整体的趋势 那这些过程当中应该可以帮助你慢慢的去找出来 有哪些东西哪些空缺是你可以去试着去填补的 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有提过的 就是利用这个论文解锁的系统 可以帮助我们大概的掌握整个研究的趋势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图书馆 它有期刊论文的资讯网 有硕博士的论文的期刊网 那可以帮助大家就是找到相关的研究论文 那以日本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CINII 那一样可以掌握到日本的现在的研究的这样子的状况 那每当接触到有兴趣的主题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把这些关键词就丢到网络上去 稍微大致浏览一下下 你不一定要全部的阅读所有的论文 那说不定你所找的关键词 也不是你最终所研究的这个主题 但是对于这个主题或是对于这个领域 可以加深你的大概的这个了解 我想对于研究来讲是会有帮助的 那第二个可以寻找的方式 大概就是所谓的以论文找论文 以书籍找书籍 那当我们在阅读一个论文 或者在阅读一个书籍的时候呢 那也不要错过它的这个引用资料 或者是参考书目 那从这些资料里面 可以再帮助我们延伸同一个主题的相关的研究成果 那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研究者 他会长期的投入在一个主题上面的研究 所以你也可以用研究者为中心的方式 搜寻这个研究者 他的相关的这些研究的成果 那可以帮助你建立对于一个主题的 深刻的认识 那另外就是我想研究生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检索了这些论文之后 发现这个资料非常非常的庞大 参考的论文 相关初级的论文非常的多 那我怎么可能念得完 真的要全部念完吗 那当然我们阅读的越多 你的研究的底气一定是越足够的 但是研究生的时间 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 它都是有年限限制的 所以是可以做适当的这个就选择 那依照你的主题研究的方向 哪一些东西是绝对必要的 哪一些东西它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我想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区分的 那比方说如果以文学研究来讲的话 那你想要做的是文本内容的研究 想要做的是人物角色的分析 想要做的是情节的分析的话 那么这个文本它的版本的研究 或者是它的一些点据应用的 这个成果 你可能就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 每一个过程都有看到 follow到 那你可以做的可能是 就是把现在大家普遍都认知的 这个成果 那拿出来看 作为你的这个分析的基础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 对大家来讲 可能会心理上稍微轻松一点点 那为了避免说你会错过代表性的论文的话 你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问看指导教授 你已经念了哪些东西 那还有没有你所错失的东西 那这样子可以再帮助你的 整个前行研究的回顾上会更加的完整 我想这应该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思考 那第一个大概就是前期的准备和评估的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需要衡量的是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进行这个研究 以文学研究来讲 那一个就是比较少被触及到的文本 它的确是具有所谓的就是研究的罕见性 但是它为什么很少被触及到呢 那可能它的原因就包括它的所藏地点 非常的难以接近 那或者是呢 这个研究它本身 这个文本它的书写的文字啊 那相当的难以辨识 它所使用的语言可能是古代的语言 那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来进行这个研究基础的准备 那么在有限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时间里面 比方说两年三年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培养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能力 那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钱 让你到当地的图书馆去阅读这样子的一个文本 那甚至在现在的疫情的状况下 那你所拟定的这个研究主题 究竟有没有办法顺利的执行呢 那我想这个是在你一开始选择研究题目的时候 自己需要思考的 或者是需要跟老师好好进行讨论的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研究的执行的过程当中 那执行的过程当中呢 我想最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保持一个主动和积极的态度 那每个老师的指导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不一定会有所谓的定期的meeting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那如果老师没有做这样子的安排的话呢 你可以帮自己就定立一个这个论文的书写的进度 那依照你的论文书写进度呢 那定期的去找老师 那这样子就可能会在老师的监督下进行的稍微顺利一点点呢 那如果当初这个书写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小的偏差的时候 也可以及时的来进行调整 那找老师面谈的时候呢 如果你手边有已经完成的出稿 可以的话最好是在跟老师meeting之前就先寄给老师 那这样子你们在面谈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具体 老师可能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说 我觉得你这一段的书写论述还有点不足够 你要不要补上什么东西 那帮助老师在指导的过程当中 更确切的掌握你现在的状况的话 对你来讲应该也是有更有帮助的 我想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像这个有经验的学长姐啦 或者是和老师们就是求助应该是最迅速的方法 那有时候摸索了半天 那我的老师可能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就马上点出我的盲点 那为了能够帮助老师更清楚地理解你的问题 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你在跟老师面谈之前 要把问题准备好 那事先如果可以提供给老师说 你大概遇到什么样一个状况的话 老师也可以先想想看 那到时候可能可以提供你一些 更具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改进的方向 那当然你可以顺便提到说 你现阶段的这个进行的进度啦 那你已经尝试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哪一些已经是失败的这个案例 帮助老师更明确地聚焦在你的困难上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更快地找到解决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你所咨询的师长 其实也不一定是你的指导教授 那每个人的专业领域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你的依照你的需要 那你也可以很诚恳地去寻求其他的老师的帮忙 那我相信你的热情 或者是你对于学术的专注的态度的话 每个老师应该都会非常愿意提供帮助的 对于智学期即将毕业的毕业生来讲 那现阶段应该就是你的学会论文的最后的一离路 那一路走来都非常辛苦了 那先预祝你们顺利毕业 那也希望这两三年的这个学术训练的时间 那对于这个专业领域的探索 能够培养出你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心 那这个严谨的这个学术的训练 也可以奠定你的思辨能力 那对于你将来的未来的人生 可以获得更多丰富的这样子的一个体会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